引進很多新的醫師 我都希望大家搭這個平台 因為當一個病人來看你 跟他有一種熟悉度 他比較能接受你的說法 可是其實到底 民醫到底好或不好呢 我自己 大家的共同意見就是 我先跟各位觀眾講一件事情 你們現在看到我們這五個人 但是不代表我們的診所 或者我的診間 就在他隔壁 因為很多病人會覺得 你來這邊 你就應該跟他人很熟識 我舉一個例子 前一天有一個病人 其實是比較阿嬤級的 他來就做個抹片 抹片完 我想說阿嬤就做抹片 還蠻乖的 我說鼓勵你一下 他說沒有 陳醫師我是順便 但是我只是想問你一件事 請問你認不認識陳慕容醫師 我說陳慕容醫師 我那個電視常遇到啊 是這樣子 我的孫子有個問題 我想去掛他門診 你可以幫我介紹去掛他門診嗎 我說第一個 我也不知道你診間在哪裡 第二個呢 問你是怎樣 他就要開始來問 但是人很多 我就說你還是回去掛他門診 其他有需要的話 也就是說陳醫師有打招呼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我要先說一下 其實像剛剛正教授講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年齡見真 我們很喜歡學新東西 可是到我們這個年齡很懂一件事 自己強的就收 也就是說 面對病人 像正教授就比較不會那麼硬 他就 你是什麼意思啊 可是我們年紀見真的時候 硬的時候硬 軟的時候我們就會軟 該硬的時候硬 該收的時候收 該轉的時候我們就會轉 有時候為了面子 那就要硬 像剛剛正教授 我舉最近的一個例子 有時候是為國爭光 我最近有一個病人 其實他是懷孕的時候 有個肌瘤很大 那這個肌瘤在生產後還有9公分 他其實是在長春頭當一個PhD 那他這次回來整是有點踢館 他說陳醫師我回來 只有兩個禮拜 我要開刀 可是我那邊椰乳的人不幫我開 他說你的肌瘤太大 不能用內飾鏡開 而且他說兩個禮拜以後 他要保持神態輕盈 因為他去interview一個新的工作 他說氣色要很好 狀況要很好 其實那時候不是很想收 可是他說了 椰乳說他們沒有辦法開這個刀 你知道 身為一個台灣人 一個台灣訓練的名醫 我們一定要挑戰 所以我就說 椰乳說不行 這應該不太難吧 好 那我們就挑戰一下 就果然開了 其實他運氣很好 也算很順利 我們用單孔副將軍開 開回去他就寫愛給我說 其實陳醫師我回去走路有風 因為椰乳一開始跟他說不能開 結果我們開得好好回去 而且他去回診的時候 他的醫師很神奇 他說台灣的內飾鏡開得那麼好 怎麼看起來完全沒有傷口的感覺 而且裡面恢復得很好 這時候就身為國民外交 我們就非常重要 就委婉地說 這對我們兩次小菜一碟 沒有什麼特別 你可以跟椰乳講說 歡迎以後轉介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為什麼 其實講明不明醫 我覺得台灣的醫療 其實水準很整齊 但是我建議 病人在跟醫師溝通的時候 盡量還是跟你 你期望值跟他講 也醫師提供他的強項 一起來溝通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的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其實來 他是更年期 很多問題 更年期照門診 其實大家都不太愛看 為什麼 更年期來的主數 常會從他青春期開始聊 然後青春期講到更年期 要講30年 沒有你那麼久 但是會聊很多 那那個病人 我特別讓他講了15分鐘 結束以後 我的跟人 護理人員跟我說 院長 你幹嘛讓他講那麼久 但是這個case 我為什麼特別 因為我聽得出來他很煩惱 我們醫生看久 關其眸子 就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其他連家裡的發生的不幸 先生的不幸 小孩的不幸 全部都算在這裡 那我一聽就知道 這個不讓他好好談 我說他以後會去找別的醫師 搞不好去找江醫師看 我是為了救 他就自產科耶 你在那邊很多肌肉去找你 而且我跟你講 更年期久了 會兇悶兇悶 那個內內會長 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case 我就花了20分鐘 那護理人跟我說 其實跟他講一件事 如果我們不在這邊 讓他終止掉 告一個段落 其實他會再去到處找 其實對他是困擾的 那我要講說 其實在醫生之間的溝通 各個人不太一樣 罵人多不多 有人罵得很有藝術 有人被罵得很高興 我之前 我們現在醫院 有一個很有名的名醫 他以前 他對於 懷孕的體重控制嚴格 他的門診一句 最有名的話 這年頭 懷孕沒有好好控制體重 只有 你是哪一個 好狠喔 知道 很兇的 但每個人 村夫跟漁夫 他都當得很高興 這句話後來我稍微採用一罐 盛林侯不好好控制體重的 我的朋友說 只有村夫跟漁夫 你覺得你這樣好嗎 陳醫師 你自己也那麼胖 怎麼會這樣 於是我就說 對啦 你是好控制 我就會像我這樣 遺孕 所以你知道 醫師態度不一樣 因為我那個同仁 他身材保持很好 他有這個尬扯可以講這什麼 我們就比較愉快一點說 好啦 你盡力就好了好不好 但是你要知道 體重增加 以後之後一定要返回去了 還有我都跟他講 你不要認為老公會喜歡胖胖的女生 老公跟你說沒關係 那都騙你了 所有老公都喜歡身材比較 健美一點 比較好的 所以為什麼這些東西 你們就要很小心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吃胖以後呢 你要怎麼樣去跟他溝通 這就是我們年紀健身的 一個秘訣 這個我要看了一下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婦科名醫 有時候講話很機車 我以前有一個潛意 我陪他去看醫生 因為他 反正他在裡面看的時候 我可以在旁邊這樣看的這樣子 後來因為他是黴菌感染嘛 女生有時候會黴菌感染 那黴菌感染的原因就是 因為牛仔褲穿了 夏天的時候也穿牛仔褲 然後這樣 悶著 那邊會好像棉墊嘛 然後就悶壞了這樣 結果我那時候前女友就問她說 那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有黴菌感染 你說那個醫生就在講什麼 那跟香港角的那個黴菌是一樣的 那一講完之後 女生要崩潰 是一樣的啊 他就講 是一樣的 不能這樣 為什麼要這麼形容 你這樣子跟女生講說 然後你的黴菌 那個地方的黴菌感染 跟香港角是一樣的黴菌 雖然是一樣的 但是聽起來很怪 好不好 我們通常是會這樣講啦 其實黴菌空氣中都有 你看麵包放在那邊 也會發霉 所以病人有的比較能接受 因為有時候這樣講 的確他又 我們會往你那邊看 他會怕是你的香港角 纏到很難 所以他們也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時候看我前女友 那時候開始覺得 她是有香港角的 這關鍵是在很多醫生講話 比較簡短 簡淚啦 他是講原理是一樣的啦 但不是說因為香港角 造成那個地方這樣 不是這樣 因為說原理是類似一樣的 因為都是由於潮濕跟抵抗力下降 這兩個兩大醫術 造成一個黴菌感染嘛 就像我以前常常在 媚診的時候會說 你子宮頸很漂亮 後來有病人跟我說 他感覺怪怪的 有一個很好笑的 他跟人家說 你看陳師說我子宮頸很漂亮 是子宮頸界的名模 我說我沒有這樣講 但是有人會說 子宮頸這樣用漂亮 他覺得很尷尬 所以以後我就會修正 我說你子宮頸很健康 我大概會這樣修正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談吐之間 會沒有注意到 所以大家互相修正 其實是日常生活的生活白痴 做什麼都會出包 其實我不太願意 用那個生活白痴 來形容我老公 真的 我覺得我不是生活白痴 用低能還可以 他非常的樂意 想說這個名稱 因為他可以 什麼都不用做 他想要搭皇帝有一次 但是他如果用很溫柔 或者是撒嬌的聲音 叫我老婆的時候 老婆 我跟你講 瓜哥我會從 不是重要的東西 在重要的時刻不見 就是他的車子 我的車子他又給我刮傷 他去年八月的時候 他八月要去曼谷 然後去參加一個醫學會 去做一個演講 前一天他值班 我們以前 他都是要在機場會台 close的最後一分鐘 才會check in 因為他要把醫院的事情 全部都忙完 然後那次我就跟他說 我拜託你值完班不要回家 我把所有的行李 你的開會資料 還有所有的檔案備份 我都會全部帶好 然後我派車 從我家去醫院接你 然後我們一起去機場 我想要優雅的入關這樣子 結果那天 check in完之後 我發現太優雅了 我人生第一次優雅的 入關 結果正要過海關的時候 突然我背後就有一個聲音說 老婆 然後 我一幫忙就開口說 那什麼事 你什麼東西沒帶嗎 他說不是 然後我說手機 你剛剛不是在聯絡嗎 他說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它不見了 然後我就看著他 然後看著他我心裡 內心的告訴我自己 你是嬰兒 你是嬰兒 人配真戲 不是 我就看著他笑笑的說 好 我就拿起我的iPhone 然後就用那個搜尋買iPhone的功能 我就看到他的手機 從林口慢慢緩慢的向五谷前進 它掉在剛剛的那台車上 計程車上 計程車上 就是信用卡的派車 我趕快打電話給司機 然後我就跟司機說 那麻煩你 就是送完下個客人 幫我把這支手機送到醫院去 我給他醫院地址 你為什麼不叫他折返到機場 他不願意 因為他說他還有客人 你給他錢 他剛好還要載給他 對 而且其實我看那個Google 他在高速公路上 他沒有下高速公路 我就先把他的手機找到 然後交代醫院的護理人員幫我收好 然後我就默默的帶他去 機場的中華電信 他就跟我說去那幹嘛 我說拜張新的SIM卡 然後他就說我又沒手機 我就從我的包包拿了一支備用機 然後他把SIM卡15分鐘裝好 然後所有的資料再回來 好貼心喔 真的不可能沒有你 這個異星流都厲害了 對 照理說 有的人懶這個工作找個祕書 最後他跟祕書在一起 他就是這樣說他自己辦祕書 我先說一下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糟糕 也就是說 其實我有習慣我下車的時候 一定會看一下車子 我有沒有留下的東西 那天我下車有瞄一下下 因為前一天值班真的有點累 所以我在車上講完電話 我就睡著了 然後下車的時候我看一下 車上沒東西我就走了 但是有習慣 在辦check in的時候 摸一摸 怎麼摸不到 於是我想可能掉在那邊 原來是怎樣 他可能放在那邊 他停車的時候 那個手機滑 就滑到前座的下面去 所以我就看不到 第二個我要說明一下 請你使用find my iPhone 因為他說怎麼辦 我說不是有find my iPhone嗎 你可以幫我查一查 結果一查果然在那邊 不過真的陳太太是厲害的 為什麼 她很快的啟動了七個措施 第一個拿出她的備用手機 第二個去報私舊的信卡 第三個申請一個新的信卡 然後啪... 然後再把我所有的資料 從Google再直接轉移到 新的手機裡面 於是很快的我就可以用了 這點我是非常的讚賞 陳太太因為... 超厲害的 因為超級祕書 對 那天是緊急救援是真的 我們常常看別人的故事 在檢討自己 我剛剛看你在說明 你這所有的理由的時候 那以前也被NAS 我們也找出種種理由 說服說這個值得 這個應該 可是一段時間之後 就知道自己很無聊幹的事 你可能還有幾年 其實像太太很多行為 有嗎 我覺得是我們在學習 怎麼樣去欣賞太太很多好行為 那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醫院在辦一些 我以前的醫院每一年 院慶都會有人捐東西去義賣 結果我太長天就理出了一堆東西 拿了四個 我覺得還滿漂亮的包包 我那時候對精品還沒有概念 就覺得這四個包包還滿漂亮 我說你真的不要了嗎 他說這個人家送的 也沒什麼用過幾次 那給更需要的人 我說這也滿好的 就拿去 當然還有一些小家店就送去 所有承辦人員眼睛一亮 那個副院長 你這個包真的要捐嗎 我說可以啊 因為我們義賣就是捐給那個所得 結果他說好 沒問題 結果就在從我的B2的辦公室 送到20樓的展覽室 準備要拍賣的時候 到那邊我上去看一下 那四個包包呢 不好意思 在從B2到20樓的電梯當中 已經被所有承辦人員採購走了 因為那四個包包很好 那我回來就問我太太說 那四個包包真的很好 大家都搶著 搶著藥 搶著藥 他說沒有啦 其實是還不錯 反正有人送嘛 我說你這組織那麼好 就有人送 我後來有委婉地去問了他的 以前辦活動的同事們說 你們這個組織有比較特別嗎 就是好朋友會送禮物 送包包嗎 他說基本上好像沒有這樣子 那我回來在B1的時候 我問人家沒有送 他說沒有啦 就是有送啦 有些我自己買那很便宜 你都沒有管我 然後羅生說那買多久 他說買很久你都不知道 等一下 我要先說明 他剛剛講那個包包 其實是我 瓜哥我有工作室 那其實我會幫一些 社群團體做事 那就是有些時候就是 長輩拜託我的事情 只要是公益服務 我沒有收服務費 就是我們策劃活動 我個人是沒有收費用 所以長輩有些時候出國 經過Outlet 他會買一個掃包 它其實不是屬於精品 但是它是有牌子的 是 對 那有些時候就是用沒一兩次 然後你放的也很浪費 但也用不到 也用不到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說 包含你的娃娃 一直放在那邊髒了 你就乾脆趁它最新的時候 然後帶去醫院送給孩子們 孩子會很開心 對 可是那四個包包 應該是你花錢買的 沒有 我朋友那時候我們很窮耶 沒有啦 其實我壞的人生經驗 就學到了 像有一次我在電梯裡 我突然一回頭看我太太 妳染頭髮了 那天開始我被罵了很久 因為她已經懶得了 我懶了兩個禮拜了 然後我那邊才發現 顏色換 白色黑的 換成有點紫色的 就我們男生的邏輯 其實有發現都好適啊 不錯了 很厲害好不好 問你原則上 爸爸好像 因為他實在是太忙了 所以大概老大出生沒多久 我大概就有體驗 就是我們家的教育 品格教育應該只能靠我了 因為爸爸就是來如風 去也如風 孩子可能就是有 最高紀錄有 爸爸每天回家 在八天沒看到爸爸 可是因為我們家的小孩 比較像爸爸的 小時候像爸爸的玩具 爸爸就是有空的時候 就跟孩子玩玩得很開心 到孩子到現在都會記得 就那麼一兩次 他會永遠記得 長大之後我都覺得 孩子變成爸爸的伴啦 是我們在陪爸爸 所以爸爸最喜歡就很累很累 我已經看到很累了 他就突然說全家開會 然後就說 我們家都沒有運動 不行 禮拜天我們一定要早起爬山 明天大概七點要集合 然後我們心裡想說 現在都半夜一點了 然後我想說你爬得起來嗎 爸爸就說他可以的 好 結果我們全家都七點 就起來了 他睡到十點 還是我很累 你們知道嗎 所以久而久之之後 他每次在號召我們的時候 我們還是很渴望 因為喜歡全家在一起 但是我們心裡都有備案了 爸爸會放我們鴿子 他是我們心中 那個放羊的小孩 我們心裡大家都知道 爸爸又跑不進來 所以我們就已經 小孩子就會聯絡 好像明天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就不會浪費任何時間 剛剛講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事 我們常常看對方 只看到沒做的事 對... 比如說我偶爾起義 成功還是有的 比如說我們去日月潭 臨時去四天三夜 我記得我太太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 當你往前跑的時候 請記得牽著我的手 這什麼意思 我因為我當初去念EMBA 然後其實他那時候也很忙 他一直很擔心 我們去念了另外一個禁見 你不斷地成長 然後因為他 雖然外面有接工作 可是主軸家庭生活 還是他在照顧 他就覺得你一直在成長 他沒有跟著前進 所以他最後一篇文字就解決說 當你往前跑的時候 記得牽著我的手 這個風光才會美麗 我們要學著去改變自己 因為改變別人好難 但是也請太太們要學著 欣賞我們的優點 還有男人的成熟比女人慢 這我自己很承認 女人在心態上成熟 因為她經歷過很多個身分 為人妻 她叫到你這邊來 為人母 其實小朋友的不斷地成長 那我其實很謝謝所有的太太們 因為今天要學著感謝太太們 常說肚子痛 胃痛 近視一想不到的地方出問題 是 其實我們門長常會遇到 一個病人一陣子狀況 因為我本身婦產科醫師 我的口頭殘是說 要不要生了 要不要結婚了 這時候每個人每個人口頭殘 但病人來最常講一句話 醫師我今天不舒服 我門診很少人 因為舒服來看我 醫師最常會是這樣 但是還是要看人 你知道有人開得起玩笑 有人會開不起玩笑 對 但是到底什麼樣是 門診最常見面的口頭殘呢 其實我們婦產科 當然病情非常多元化 可是光痛這件事 是最常遇到的 我這邊打個岔講一個小故事 我希望大家 各位觀眾 不要害怕 因為我那天遇到一個病人 很有趣 他說陳醫師 我以前很喜歡看醫師好辣 我一到五都看 可是有個小缺點 我每天看那個節目 那一天我就覺得我生那個病 所以一到五呢 對 我覺得我每天都在生病 真的 為了這個以後 他後來就有點戒掉了這個節目 所以我們只是提醒大家 還是可以給大家很好的資訊 那我分享兩個比較有趣的個案 我有個病人 其實也是我們家裡的親戚 其實那時候就是中年左右 40歲左右 生過兩個孩子 有點胖胖的 他本來長得漏漏的 他40歲開始跟他老公這樣抱怨 我有時候胃怪怪的 吃不太下 那老公你知道40歲的太太 通常老公不太會理大 但他表面上會說 那你去看看醫生 果然在半年左右 他撐不住他去看個醫生 肚子痛 胃不舒服 一定先看腸胃科 腸胃科檢查一下 看起來還好吃個胃藥 好像好一點點他就回家了 可是這半年還是怪怪的 那肚子又大了一點點 於是他就去找 這次找婦產科 可是怎麼卵巢 看起來怪怪有一個東西 就問他說 那你之前有沒有什麼特別狀況 他說沒有 可是卵巢這個腫瘤 會不會是他腹痛呢 因為他卵巢長在比較下面 可是他痛的地方 是比較偏胃的地方 你知道我們婦產科忙會想 那你還是先給長輝哥看一下 所以中間又折騰了兩禮拜 長輝哥就看了一下說 應該還好 要不然就要排個胃鏡 可是我們婦產科已經有一顆了 比較大帶七八公分的腫瘤 那這個腫瘤我們先開好了 就開下去 去化驗長得怪怪的 就原來是一個 轉移來的瘤比較特別 就轉移來就是 我們大概有個概念 二性腫瘤有時候是自己變壞 有時候是別人搬到你家來的 叫轉移型的瘤 結果他去檢查 是一個轉移型的淋巴癌 就是 所以它其實本身是一個胃癌 但是為了淋巴癌轉移到我們的卵巢 很多人覺得他第一次去看 醫生用癌好像好一點 但如果一個疾病反覆進行越來越嚴重 請記得再就證 對 因為常常我有時候說 你檢查過沒有 有有有檢查過 他多久以前檢查 不久前 不久前我會翻他的記錄 人一盲腸就跳掉了 對 那這個Case很可惜 因為越年輕 長出來的一些特別腫瘤 就比較不好 所以兩年多後 還是不幸的破性 我講一個變瘦 我曾經有個個案 這以前分享過 但是在我臨床上 我一直隨時警惕自己 她是個懷孕的婦女 二十週 吃得不好 所以一直吐 各位 懷孕應該要變胖 可是如果一直吐 變瘦也合理吧 對 那變瘦你到醫院去 其實即使我們婦產科專科醫師 也會覺得 你就吐得不好 那我就給你點滴 其實他腦袋沒有想到不好的病 就先點滴打 怎麼還是吃得不好 那吐得滿嚴重 那時候因為他在北區醫學中心 我在桃園服務 他的家人就說 那我還是回桃園就近照顧 就轉到我門診來看 第一眼我就看就不對 他就是像癌症體質 那瘦得像骷髏頭 很瘦 他只有四十幾公斤 那我就覺得不太有對勁 那我們超音波一看 其實在子宮旁邊有一個腫瘤 那時候在北區其實也有看到那個瘤 可是他們一直把它當成是個肌瘤 那肌瘤在懷孕的時候會變大 變大以後有時候會 血就會跑過去 所以你吃得不好你也會貧血 所以那時候在北區醫學中心 就把它當肌瘤先放著 但到我們一看不對 這個我就說服他 因為懷孕有一個大重點 叫他做影像檢查 比如說這樣的部分 要做電腦斷層或核子控制 其實他一定排斥 他覺得會不會影響寶寶等等 後來我跟他下通牒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確認到底是什麼問題 結果我們去做電腦斷層 就確認了 其實他很像是子宮旁邊 也不是子宮 也不像卵巢的一個腫瘤 我後來跟他說不行 你還是要取得檢體 才能確認診斷 結果後來我們開個刀 跟他溝通一下 我們懷孕開刀 取得那個腫瘤檢體出來 也是淋巴 但是他運氣不好 他是血液來的淋巴 很特別 那這個case其實也順便溝通一下 懷孕也會生二性腫瘤 其實以他的邏輯 這種血癌是可以用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媽媽馬上想到 會不會影響寶寶 對啊 以後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化學治療某些藥物 可以選擇 其實它不太會影響寶寶 如果是在一個很願意保留寶寶 的標準動作 先化療 讓疾病稍微緩解一點 寶寶到夠大 通常我們到32週 34週 如果有1500或2000公克 可以在體外存活的時候 我們就會優先寶寶就出來 那媽媽繼續做後續的治療 這個case後來確認是 這個血癌的轉移的時候 那個家屬就有開胃討論 因為很可惜他跟他先生 其實那時候沒有半結婚 就是在一起很久的 以外懷孕的 本來是也很高興迎接這個小孩 但是媽媽的媽媽就是阿嬤 講了一句名言 我永遠都記得 如果這個 他不是擔心 他不是用擔心寶寶這件事 因為我們已經跟他保證 寶寶這個我們結構 二十幾週已經結構都看完沒有事 我只跟他講 他只講一句 如果媽媽治療不好 沒有媽媽這個小孩子誰要照顧 就變成他要照顧 對 好深情的問題 但不是這樣講 就是他覺得一個小孩沒有媽媽 其實後面的人生 其實也有展現 這句話一講 我們也沒辦法幫他再圓下去 所以後來很可惜就終止掉 那這個case我後來有才去追 其實這個化學治療 其實有一定的效果 是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效果 大概五年之後也真的是過世 你們常常講說癌症轉 可是你們怎麼去斷定 它最原始是從哪裡來的 要找 就是兇手可能有好幾個可能性 當然有一種 比如說那個腫瘤的特性很明顯 比如說它裡面就像 甲上腺的轉移細胞 那我們就優先講這個 所以我們在找原發地方的時候 通常好幾個全部都要找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卵巢 我們拆子轉移瘤 我們大概甲上腺也要查 腸胃也要查 大腸也要查 甚至某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通常學醫也要查 看到頭痛這個 痛或暈眩這個疾病 其實我們很有困擾 那我自己有一個族群 是更年期的病人 更年期我們之前有講過 以前是講什麼 骨質疏鬆 心血管疾病 癌症 老化這類疾病 可是這幾年討論比較多的是在 熱潮紅 失眠 情緒的波動 甚至失秘素乾燥衍生的 這些生活品質的問題 我前陣子有一個更年期的 它是因為暈眩來 也的確看了節目 我們說明以後 他說 吐了會兒嗎 你會好 陳醫師 真的 他熱潮紅一點點 睡眠一點點也改善了 可是最主要是 他最困擾的音訣 你知道人這種好人 他崇拜你就會幫你宣導 所以果然沒多久 他的鄰居就來了 那鄰居來這個 還有一點神話色彩 他說陳醫師 我的鄰居跟我講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很理他 但是我後來剛好去媽祖拜拜 媽祖說你這個 要去找那個城堡人士 然後他就來 那我就說 60歲出頭 暈眩多久 40歲 我說20幾年 你40歲 那時候應該跟庭經 還沒有什麼大關係 就扯得上 如果你是近5 6年 我們就來試看看 那我說好吧 但是我們有個問題 60歲以上的人 在補充荷膜比較不適合 因為他理論上 庭經比較久 整組改壞也壞掉了 根據補充荷膜有一個概念 就是補的話 好處大於壞處 我們會鼓勵你繼續下去 如果補了好處沒有 沒有很多 只有缺點 因為60歲以上他的好處沒剩幾個了 本來只增加一些癌症跟血液酸塞的風險 那要補給你的一些熱草膜改善 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不是不能補 但是要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他可能比較偏向注射類 他說就兩個禮拜又回來說 陳醫師 睡眠有好一點 心底有比較症一時 不過頭暈 那個暈眩還是沒有好很多 那我說好好 那生命有指示 那我們再試兩個禮拜好不好 兩個禮拜再試 他說還是沒有好 我說那這就沒辦法 那其實因為很有趣 其他20年我就問他說有沒有治療 他說沒有 就忍著忍著 應該比較長的地方來 他就聽朋友講 還有生命指示才來 我說那這樣子你還是走正規流程 那你先去找看看 我幫你找個神經內科 或者耳鼻歐科 其實暈眩帶神經內科跟耳鼻歐科 是主要治療的項目 那我說我幫你轉腦神經科好了 腦神經科去查 還真的電腦斷層一切 還真的是有一個 結束以後他會來治療 當然很謝謝我們說 陳醫師 我跟你講 馬祖直視真的是很有趣 身體大失調 是誰偷了我的庫存量 其實剛剛已經講到重點了 我們每個人身上 我最希望人家偷走我身上 是脂肪 但是... 其實... 沒有啊 最害怕被偷走的其實是青春 尤其女性 她青春的代表 常常是生育能力 對 我們現在有一個名詞叫 早發性 以前叫早發性停經 可是現在分得比較細 叫 早發性的軟巢衰竭 或者早發性的軟巢功能 比較下降 也就是因為要因應提醒 像彥均這樣子的女生 在追求名利事業 成就的過程當中 有些東西它不斷的在流失 它是不會用APP簡訊告訴你說 老娘今天又少了 一萬顆軟巢你知道嗎 很多人覺得我是不是軟巢就缺乏了 我這邊分享兩個故事 其實我們軟巢的不夠 不外乎兩個 一個叫先天失 後天失調就關閉我第一個要講的故事 這是一個25歲到門診來的時候 其他來的主宿就說 我大概已經一年多月經沒有來 看起來瘦瘦漂亮亮的 其實這種瘦瘦漂亮亮的 25歲左右來 第一個懷疑就是 你最近是不是積極減肥 他說有 減肥是一輩子的質質 沒有最瘦只有更瘦 所以他一直在保值減肥 那我想說那你還好 減肥常常 體重突然下降的時候 荷膜不夠就會月經不來 可是他說可是我除了這個以外 我現在胸部也比較萎縮 皮膚也真的比較乾燥 很像軟巢功能衰竭 所以他不放心 尤其現在網路資料很多 那我們果然一抽血 那其實問了一下 其實他在21歲的時候 開過一個軟巢的一個手術 那我們要知道 我們講後天失調 其實最常見的 大家都以為是 減肥 壓力大等等 其實減肥或壓力大 它是短暫過渡性的 軟巢功能會暫停 那暫時關門 其實你只要回復了 它會好 可是如果是 軟巢的手術受傷 那個是永久性的 那個比較麻煩 他當時可能就是 軟巢的手術 軟巢有一些受損 那因為我們現在 腹腔癌手術 有時候會用 電燒去處理它 你知道熱能對於 軟巢跟軟巢的上皮 是非常大的破壞性 所以我在猜應該是 21歲開的時候 使得軟巢急速的衰竭以後 說他撐兩三年以後 就真的沒有 老實講他才25歲 我就直接問他說 有沒有心儀的男生 有想要懷孕等等之類的 他說現在還沒有 如果你未來對於結婚生育 生育這件事情很在意 那你這時候不如先去保留 他說我都已經停經 還有辦法嗎 25歲的早化性停經 比35歲剩下的東西 還是減得到一些 是喔 所以當然我建議他 不過我知道他沒有聽我的 因為你知道25歲的心 還在世界遊玩當中 他就覺得我只要月經穩定 所以像這樣的處理 我們就讓他月經穩定的補充就好 我就給他避孕藥規則而遲 他規則而遲 其實就月經有規則來 對於這樣年輕女生 他覺得他不會衰退 他就接受了 可是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 先天有關了 我一個個案 他是35歲來我門診 其實他也 結婚兩年多了 就是沒有辦法懷孕 所以我們還是做了一些篩檢 結果一檢查 原來他一種叫 脆折性症候群 脆折性症候群也是S染色體的異常 我簡單的一個概念 我們身體要產生很多蛋白質 這種蛋白質它是維持身體運行很重要的 那脆折性症候群它不是一個疾病 就是不是你是脆折就是嚴重病 你沒有就沒病 它是S染色體 它有一個染色體的片段 我們染色體本來要重複 比如說這個片段如果它重複片段 54段以內就沒事 54到200 重複播放200次以上 它的產生蛋白質會出問題 200次以上的重複 它的蛋白質會變性 那你說那這個蛋白質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蛋白質就跟你 所以這個蛋白質出問題 你的卵質就容易脆得很快 舉例來講他雖然35歲 可是因為他這個蛋白質出問題 他可能從有月經到現在20歲 可是他可能這20年左右 經歷比人家40年60歲 60年還要快速 所以他的卵質品質就衰退得很快 他的情形其實雖然衰退比較快 可是我一再地講35歲 又比40歲來得好 所以他的問題在於哪裡 其實他只要接受四管嬰兒的治療 其實去刺激 他是可以篩檢出好的胚胎 很可惜這個個案我為什麼要講 你就覺得說那終於檢查出來 接下來做四管嬰兒 一切我們就Happy Ending 很可惜的是他的先生就覺得 跟他那邊的家人就覺得說 我們這個不用吧 我們應該先試試看 這個還要四管嬰兒 我不確定是不是跟瓜哥被偷走 怕被偷走那就是有關係 但是很可能是他就是 我們有現實生活他不是金錢 他就覺得這個不夠自然 我們自己來就可以 試了兩年還是沒中 後來是 所以我今天要提一個觀念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婦產科醫學 尤其在心理醫學方面 一個很重要的女性的地位角度 完全不一樣 我先把冷凍卵子這個概念講一下 冷凍卵子我們現在最建議的是 35到38歲 因為在卵子的衰退 35歲以上會逐步的加快 38歲會非常快速的衰退的 那剛剛瓜哥講的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備案 也許你到40歲才會遇到 你的Mr.Right 那真的不夠的時候 起碼你有個35歲好的卵子胚胎 不過我很擔心就是推廣的過度 因為我最近門主有遇到 25歲要來存 那我說你為什麼要存這個 他說我幾個好朋友閨蜜 有一些比較年長的閨蜜 32歲他去驗了一些卵子的檢查 就證實他的卵子品質下降 他們就去存 他覺得我看到那些姊姊 我很害怕 我要趕快來存 我問他你有沒有男朋友 他說我還沒有 那你存得太早了 除非你的卵子也 就像我剛剛講 那手術已經破壞很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會是需要選擇 其實我們婦產科最常見 還是產科的時候 產科生理狀況改變很多 其實孕婦他的甜 他對甜味跟酸味會比較敏感 那孕婦的確對其他味覺會退化 所以我給家裡人建議 可是有我們常被孕婦抱怨的一個是 其他的感覺異常是什麼 是手術後 我們婦產科的手術 比較特別 一般你看外科手術都是開直的 其實有他生理學上的一個用意 開直的很多腹內的器官 比較好曝露 可能婦產科為了美觀 它是下腹開 就是橫的細細的 但我們神經都是直直的長 我很多病人回來會跟我說 陳醫師刀真的開得很好 傷口很漂亮 可是我就覺得 就摸起來怪怪的 異樣的感覺 麻麻怪怪的 說不說哪裡怪 我就跟他說 這是因為我們神經值得長 切開以後 我們再縫合 不可能對著神經長回來 可是神經有一個很好玩的 一個效應就是 它會自己尋找自己的斷斷 慢慢長回去 可是有時候 迷途太遠了 長不回去 所以他會有一個異樣感 可能要一陣子 他就問我說 那多久才會好 我說要半年 那半年沒有好呢 半年沒有好 你應該就習慣了 這是真實的 真實的 這書上寫了半年沒有好 大概就這樣子 可是通常也習慣 我就跟他說 其實就像你結婚生殖 你的人生就改變 你要習慣 那這個緬懷疑 跟瓜哥很熟識的高齡風 他以前唱過一首歌叫 不一樣 對 不好唱 對你的感覺並不一樣 好 他問題是並不尋常 其實一樣 我們常常在門診 看到不一樣 他常常遇到的問題是 他跟以前感覺不一樣 也許以前這樣會痛 現在變不痛 他也會跑來問我們 那其實這種不一樣的感覺 有一些是來自於中樞神經 我有一個個案很特別 其實他是生產後 他就東包院西包院 過一陣子差不多三月左右 他先生跟他媽媽 沒有讓他來 獨立來看我們的 他說我覺得我太太怪怪的 真的是 個性也變得很奇怪 其實我們婦產科醫師 第一個會想是 產後憂鬱症 我就問他說 那胃乃 其實情況怎麼樣 他說其實家境很好 最後都發生弄好 全部都弄好 那諮詢師 心理諮詢師也去看了 應該沒有那麼糟 可是就是行為怪怪的 我再問了一下 我後來不放心 我是說行為舉止怪怪的 還是要想是 所以去神經科看一下 比較放心 真的去 結果是 腦的前額葉長了腫瘤 但這是很少見 你不要認為你太太怪怪 就叫她去做腦神經 其實它真的是比較特別 腦神經長了一個腫瘤 這種前額葉的腫瘤 其實它會導致 行為舉止的改變 所以當這個改變不一樣 包含你自己覺得不一樣 或旁人覺得你不一樣 其實還是一個警訊 要跟醫生多溝通一下 其實我有一次跟醫界前輩來聊天 他說健保就像婚姻一樣 大家一邊埋怨 可是婚姻跟健保 還是帶給大家很多的好處 你會忽略掉 我們醫療很多的花費 是非常龐大的 你看如果在國內 你花不了那麼多錢 我太太前陣子 剛做一個腦動脈瘤的 一個酸塞跟支架 我一看我的總花費 八十幾萬 我只要付個十幾萬 看這個花費 我問了一下國外 三百多萬 這麼多 所以你看 我們如果是在國外 自費 就算你自費 你可能要三 四十萬 所以你看 健保帶給大家很多好處 那我要講的故事是什麼呢 葉克膜 那我還記得葉克膜 大概是這二十年 突然比較熱門一點點 其實它是一個生命 等於是有一個暫時支援的 支持的一個中心 有一個 他被送到急診 長輩 瓜哥說不能叫老人對不對 那錢 長輩 長者 長者 其實最主要的長者 其實來 就是我們呼吸困難 就到醫院 就醫院一看 其實它是比較嚴重的肺炎 你知道肺炎還分很多等級 它就是後來確認 應該是所謂的 這種概念是什麼 大家以為肺炎只是肺發炎 一般的概念 達到鋼生素會好 其實它必須要插管 插了管 很多人說插了管 就應該會好了 不一定 插管不會好 為什麼 插了管只是讓這氧氣 確認到呼吸道 可是它肺整個都濕噠噠的 氧氣無法交換 這時候怎麼辦 如果以前沒有葉克膜 這個大概等得死 好 那因為有葉克膜 我們只好直接接 有氧氣直接 就接由葉克膜系統 再換進去 它是可以好 那這是在 差不多十七八年前 那時候葉克膜 還沒有健保的給付 可能要花一點錢 要十幾萬 家屬一定十幾萬 沒有關係 這個爸爸的生命重要 千搶救 結果沒有講 第一個 就是這個一裝起跳 它三天要做一個set要換 結果十幾萬 他們是擠得出來 那這個Case有點可期 它其實後來整整花 裝了將近十天 那十天後來才慢慢 狀況好了 才能換成一般的 抗症素的治療 它就才能把管 好 那到了十幾天 一天平均五萬 大概就知道 那家屬可能預期十幾萬 他們擠得出來 五六十萬 其實家屬就開始小灰了 那你那時候沒有跟我講 要花那麼多錢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是比較中低收入的 是不是可以社福來協助我們 我們真的找社福來協助他 不過後來事後發現 其實是花得起 但是人都是這樣子 花到自己口袋的時候 就不太一樣 而且那個時候 可能這些保險 也沒有cover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十幾年 二十年 健保的給付也有改變 那這後來 因為這個花費真的太高了 疾病需要的話 其實健保目前是有給付的 可是也因為大家有點濫用 最近又在修正 這個給付的條款 這CASF怎麼收尾呢 我們社福幫他找一點資源 然後跟廠商拗價 就廠商搭連折 所以五十萬 最後超過三十萬成交 那家屬就勉強可以接受 可是你沒有想過 那二十萬是誰吃掉 接下來我們去用一些 社福基金大概十萬 然後廠商 吃廠商吃掉十萬 第二個我補充一下 剛剛教授講的有關於 這個叫 病是殯葬業 那個年代我知道 那時候我很年輕的醫師 我知道的確大門口是有計程車 他會看一下 他會打電話通知 門口是會有 不一定到搶 但是你一定會有兩三派人馬 這邊協調事情 這個是誰的 這個是誰的 那我們常常 月之聖醫師 常常腦袋知道救不回來 接下來要想如何安全下莊 尤其是別的醫院轉來的 像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是在 開一開婆婆產 其實還滿單純婆婆產 開完又一直肚子脹脹 突然就血壓就往下掉 你知道開一有時候 他的照護沒有那麼立即 第一個他們怕家手外養 通常會先處理一下 處理處理不太對送過來 就送過來其實我們看已經 其實原來是怎樣呢 他應該是開刀的時候 可能那時候沒有注意到 膀胱受損 就很多東西刺激在裡面 連血管都一直在冒血 所以來其實 應該已經休克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知道急救一下 就知道救不回來 救不回來怎麼辦呢 當下不可以馬上跟家屬講 因為也剛生完很快樂 然後後面轉送來的人 也壓制人在那邊 為什麼 先讓月科膜 先維持他的生命現象 這個大概裝兩天 因為大概一定沒有辦法回來 但兩天做一個動作 其實讓家屬比較舒服一點 知道可能不是那麼的好 要花兩天的時間 可以消滅一下那個心情 那第二個也讓轉送來的醫師 去檢討一下他哪裡出問題 我們溝通一下 會比較緩和 現在講的是第二個故事 其實這個是一個心臟 大概六十幾歲的前輩 他其實是心臟病 那可能以前也稍微 婚一點兄弟 你知道生活作息沒有很好 結果來的時候 就是心臟 我們知道心臟冠狀動脈 有三條 所以那時候第一關 其實心臟內科想說 我們是不是先做導管 看一看 放個支架可以撐一下 結果要放導管的時候 根本放不進去 所以這時候就要轉給心臟外科 心臟外科跟他說明了 你這個其實有點危險 第一個角度不好 而且塞得滿嚴重 所以大概如果 有三趴的可能的死亡風險 一般人聽到三趴到底高還低呢 我先跟大家講 尤其現在來講三趴算很高 好 這個Case後來在雙方溝通以後 主治醫師 外科主治醫師也很純熟 跟他解釋很多 也都錄音 剛開始的時候 他做那個繞道手術 好像還可以 可是大家想 以為繞道手術接完就沒事了 其實剛接的時候 一會突然不太通 本來是通的 接不好 然後塞住 接下來開始出血 結果接下來就開始急救 搞了三四個小時 後來是沒有辦法救 那這個Case一樣先裝葉科模 因為要先讓家屬 緩和一下那個情緒 殊不知這個家屬 因為小孩跟他其實 有點離異比較久 比較久沒有見面 可能只有當天解釋看一下 結果來這個家屬 其實反彈非常大 他說你不是說好好的嗎 醫師說有3%死亡率 3%哪有那麼倒楣 3%很低 但3%有時候遇到就是遇到 這個Case只好在家屬病房放 以往我們家屬病房 這兩天是要溝通一下 看你能不能接受 這在家屬病房放了7天 因為他不願意接受 那其實第二個 他也採取一些措施 這個比較早以前 就是每天探病的時候 就請師公出來這邊撒名字 然後做事 那其實後來這個 照著我們醫護人員 很大的一個心理壓力 因為這個 其實根本沒有生命現象 其實到後來第三天開始 身體都發生一些 苦臭跟絲臭的味道 那這個Case後來 當然有一些行政法律的流程 但是我要講的故事就是說 其實生命開刀 其實是很難去預期的 那為什麼在包含你的保險 或者家庭的照護 大家都要先想好 當然有人會事後說 早早不開還活比較久 但這個Case如果發作 一定是突然的發作 大概送來急診就沒有辦法救 最近這幾年我們有看到很多 惡性腫瘤的確年輕化 不過我們怕Pinko今天講完以後 你可以被肚子比較大的人 去戀愛 對啊 結果這位人 結果都是指法 那有什麼不好的 他們懂得照顧是有什麼不好的 不 我覺得是好事 瓜哥講一個重點 其實還有剛剛教授 有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一個疾病 如果有問題 它會持續存在 也就是說 當它痛 只有痛一天 接下來這一年都不太痛 真的不用來 但如果越來越明顯 你的肚子怎麼越來越大 其實這時候應該要來檢查 我想我們今天排序是有用意的 比如說像教授這樣過來 就 要講青年的一些疾病 是不是有時候前面的長輩 他這樣說 幼兒 那是幼兒 那我就不只要講 輕一點的那個疾病 那其實在青年一點點 有一些腫瘤 我們先不要講那麼悲傷的 但是很多現實生活會影響 我到現在還是不太習慣 那珍珠奶茶跟炸雞排 是可以有一個套 變成一餐 但是你要去看 現在的國小的門口 他們很多 這個是一個套餐 真的假的 所以當一個小朋友 從國小就開始吃這樣一餐的時候 在我們的看法是 其實不是一個很健康的飲食的時候 從小就開始這樣灌的時候 其實你就知道 很多代謝性疾病一定會提前 那有一個疾病叫 冬腦性暖潮 其實大家都知道 冬腦性暖潮 它是一個軟潮 慢性不排卵 產生了荷爾蒙的代謝異常 於是會怎樣呢 那代謝異常 胰島素會出問題 所以會通常變胖 那血糖代謝出問題 有一個疾病叫 那第三個就是 有時候排卵不好 就不容易懷孕 我們先不要講懷孕那個部分 可是黑色素 急疾症 這個就是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胰島素太高的時候 你的黑色素 容易沉積在真皮層的地方 就會像這樣子 好 那我就要講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 三姐妹來 大姐因為有點不孕症 外加變胖10公斤 二姐胖5公斤 老三15歲 就是這個照片 這個15歲呢 其實現在80公斤 但是從小就是吃便當 跟很喜歡吃這些 可是很可愛 大家都很疼她 但是後來到國三的時候 她為什麼來找我 因為她月經半年都沒有來 所以才被逼過來看 好 其實她後來確診 是一個多狼性暖潮的症候群 那我為什麼特別壓著她要治療 不是胖 因為她們全家覺得胖還滿可愛 我說你必須要變瘦一點 因為你這個黑色素 真的太明顯 她未來一定 跟糖尿病 還有一個 她會跟內膜刺激有關係 總有一天 你內膜會有病變 那這個case還好 還沒有到嚴重內膜病變 我們在治療以後 這個小朋友80幾公斤 後來大概短短三個月到六個月 瘦了十幾公斤 一方面青春期運動會快一點點 而且她飲食有被她姐姐 也稍微管一下 因為姐妹就一起來減肥 大姐瘦五公斤 二姐瘦三公斤 她瘦十幾公斤 那她是就恢復還不錯 後來就恢復她的生活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你去看多狼性暖潮 她已經寫一堆 不排卵 肥胖 肥胖大會注意 還有一個叫做 其實這個就是有風險 但機會不高 那有一陣子 我們在宣導這個的時候 好多人來 於是這個病人就說 陳醫師 我跟你說 我看了這個 我覺得我一定是多狼性 的確有點胖胖 黑色素肌皮一點點 可是我最擔心的是內膜癌 因為我跟你說 我們家鄰居 還有我阿姨 最近都得那麼內膜癌 我說 如果有那個是 好啦 算環境因素 隔壁的鄰居 那你阿姨呢 我問了一下是哪個阿姨 我表姨 那距離有點遠 我說其實機會不高 那我們還是做個檢查 結果一看 內膜還真的有一點點厚 可是我們這時候 不會馬上懷疑 它就是內膜癌 我們會說 那你還是先調整 真的有病變 它會一直都很厚 所以我們先用藥物調整 就調一調 還是大量的出血 刮下來 還真的是內膜病變 這邊再提供第二個觀念 內膜病變不會一下子變癌症 有初級病變跟一些複雜病變 結果它一開始刮下來是 有點複雜的病變 那我們就說 我們先用藥物控制 殊不知 結果這一次再刮 已經到癌症了 所以這個測試就非常典型 29歲 然後就 最後就做手術 因為 她跟我說 她其實沒有很想到婚姻這一塊 她覺得健康最重要 因為她母親 她母親其實很早過世 那時候也是癌症 只是她搞不清楚什麼癌 所以她很怕她得癌症 所以她就 因為你可以看到 半年從複雜 有點快要臨起來 真正變成癌症 那我在講這個故事是 我們雖然書上寫的 有時候所有都會寫 剛剛內膜癌症是在風險之一 可是我們自己當臨床醫師 我很不喜歡 太強調這個風險 要不然每個都衝過來之後要衝 可是我尊重瓜哥講的 其實有時候提醒他 比如說我一百個來 真的抓到一個是內膜癌症 這個案子如果我們不處理 他常會躲在家裡 兩三年後 可能就像有點像Pinko這樣子 他可能就是比較嚴重癌症 那時候就不只單純子宮開掉 他可能淋巴要開掉 放射線治療 化學治療同步都要做 所以書上寫的 網上寫的 還是有它的道理在 可是我建議大家 去的要跟你的醫師商量 不要說A醫師說這個不像 要去找B醫師 C醫師幾點 他總是要找到一個 認為他有病的在處理 還是要進來你的醫師好好處理 我先提一個叫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有三個特點 白 為什麼 防曬因為維他命D就不夠 維他命D就跟鈣的吸收有關 瘦 為什麼大家都要瘦 可是瘦的人 骨質需要重量去壓迫它 它才會產生新的骨頭 我先講一個簡單的概念 我們的骨頭隨時在破壞 隨時在新生 所以如果你有壓迫它的話 它長得就會快一點 我們骨頭大概90天左右 會recycle 就是重新再打掉再重練一次 鎂呢 鎂因為愛鎂 所以它裹了很多防曬的東西 所以尤其現在我們發現 我自己在看以前 更年期以後 大家都覺得應該是胖胖 慢慢老老的 其實不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骨質 50歲以後的更年期 其實這都是在 我們說在後應酷潮也好 其實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50幾歲的 很多是從少女時代 就年輕時代就保養得很好 所以這些人骨質失蹤會更嚴重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其實他是在60歲左右 這看起來就保養得很好的貴度 其實他在找我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他從小就保養得很好 家庭教得很好 飲食也很好 體重從來沒胖過 於是他覺得我從來沒胖過 這些絕對不會變成 送醫師的病人 這些醫生也沒有 我平常檢查都OK 但是以往他有一個檢查 沒有 可能忽略掉沒有做 就骨質密度 結果那天一直興起 朋友們去做 他就跟著去做 去做了以後 骨質密度流失得很嚴重 其實它有一個分數表 這個攝影的分數 小於-2.5 就是嚴重骨質疏重 它大概-3.5 但我現在講就是說 骨質流失 其實在現在這個社會 其實太常見了 他們低的缺乏 還有光線 甚至飲食 我們剛剛講糖化攝取 這些鈣的流失 其實會非常的快速 所以這個部分要很小心 但是有第二個部分我要提醒 因為骨質疏重 有很多奶粉跟鈣片 在推廣 你們會注意到這個議題 可是有個議題 你們絕對會忽略掉 就是心臟病 我們婦產科 大家覺得男生容易得心臟病 還是女生得心臟病 男生 對 男生心地比較不好 但是男生心地不好 在很多的研究顯示 其實看起來壯年的男生的心臟病 比例是比較高的 只是心臟病高血壓在平靜以後 女性會大幅的提升 大概是我們的1.9倍左右 所以這個跟女性荷蒙略有關係 還有跟很多現在的 新的代謝生有關係 那我提醒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幾年 包含內科系 心臟科學會跟負產科系 我們再推一個東西 就是在 如果大家去看2016年的資料 其實我們所有女性 因為心臟相關疾病 像那個 高血壓 心臟病中風 一年死掉 兩萬三千八百多人 這怎麼多 子宮頸癌卵 潮癌 乳癌跟子宮內膜癌 這四個常見癌症 其實只死掉三千七百人 所以這樣心臟病衍生出 心血管衍生出來的死亡人數 其實比我們很在意的 婦科的癌症 其實多七倍 所以這幾年 我們一直在呼籲 慢慢的 你可能要注意 你新陳代謝 這些根源來自哪裡 更年期是 其實因為荷爾蒙 急速的流失 可是我們看到更多 跟剛剛宋教授講的有關 因為現在50幾到70歲的人 其實在台灣是已經 是戰後營友草 其實他受過很好的教育 甚至其中飲食會被去控制 其實他很可能是前面 十幾二十年的一個 一個感覺 就是你要知道骨頭 是一種動態性的平衡 人在青春期的時候 骨頭會不斷地成長 然後換新的才會長高 到了你青春期結束以後 骨頭大概高度是固定 可是裡面還不斷地鈣換 你的骨質密度到30到35歲 打擾你人生的頂峰 女生比較特別 所有男生跟女生都是一樣 大概從30歲 每年1%的下降 女生在骨質 更年期那3到5年 會急速下降 一年大概3到5%的流失 所以為什麼在你的這時候 要做什麼事呢 你應該是30到35歲 這個人生頂峰的時候 稍微顧好 不要讓它漏太多 第二個 尖峰期是在骨質 更年期的時候 更年期如果有好的荷爾蒙 或者那時候注意的話 它的流失速度減少很多 減回它多少是多少 還有你剛剛講到 跟產科的關係 其實在懷孕期 骨質一定大量流失 所以我會建議你 如果真的產後要做 建議你半年也在做 因為在產後半年以後 那個骨質的密度 才恢復到比較正常 我有超過了 我一年才做 我們今天來救妳 第二個方法 其實你另外一個要做的 我們常常講 就算你骨鬆 它也不會像化骨綿長 站在那邊緊密呼 就軟掉了 其實你就要做好 你的跟瓜哥現在在做一樣 肌肉的髒 你有暈度反應要好 增加肌肉量 因為現在像抱小孩 還有一些就是體能器 會讓小朋友 有適度的曬太陽 因為骨鬆背後 還有其他因素 剛剛骨鬆前面 假設你只是蓋的補充 比較差一點 那一回事 比如說你還有其他的流失的話 其實連心血管的系統 你都要去注意 好 我們再講 那骨鬆最怕的是什麼 骨折 所以你要擔心的就是 那什麼樣不要跌倒呢 你身體反應好 照明要好 所以老人家 為什麼我們在處理這種骨鬆 老人家七十幾歲 八十歲 他已經造成骨質就那麼低了 你根本沒辦法改善 就是光線要好 防滑要做好 你算年輕 年輕人就是把肌肉張力做好 因為你BMI16太少 你肌肉量也太少 為什麼我看不了病 難道醫師也會挑病人嗎 是 其實真的會挑 不會這樣 對 很可怕 但是大家以為我們喜歡挑 有錢的俊男美女 其實不是 我們一生喜歡挑 有禮貌的病 對 這個有禮貌還叫 真心的有禮貌 就是真心的 會願意感謝你的 假的 我們其實也看得出來 但是我要講的是 其實一個是 我們怎麼挑病人 或什麼時候會轉走 很多人會 病人會覺得 醫生我來看你 你還把我轉走 你是不喜歡我 通常會把病人轉走 不外乎幾個 第一個 也許我這邊的硬體 我的設備 或者我的技術經驗 不足以應付你的Case 當然很少數的 會是為了你好 我今天要講的 就是為了你好的故事 有一個60歲左右 其實她是一個企業家的夫人 來很客氣 完全沒有用特權 就乖乖的排隊 那來的是怎樣 原來她60歲了 停經一陣子的人都好好的 可是最近有點初學 你知道停經後初學 都會很害怕 網路稍微Google 叫停經後初學 子宮內膜 所以她就很害怕來看 結果我們就來看 因為子宮內膜 稍微有點厚 一公分以上有點危險 兩公分以上一定是有病便 她有點討厭 剛好0.8到一公分左右 可是在這樣的年紀 已經停經快十年 這種內膜還是不太對 所以我的建議說 我們還是刮一下化驗 就去刮 好死不死 還真的是內膜癌 那可是她內膜癌是很早期的 那這個Case其實她很客氣 我也很喜歡她 可是我有跟她分析一些原因 我說你這個Case 我們來開 其實我們可以用腹槍鏡開 也可以用腹槍鏡 把淋巴清乾淨 那可是安全幾件 萬一拿淋巴難多一點的話 其實會復會比較慢 也可以單純的子宮切 可是以前在大醫院有一個好處 如果我子宮切除 可以直接去做冷凍切片 直接看答案 我就知道這樣就夠了 那就不用開太多 這樣對你恢復得很好 第二個萬一她真的淋巴有 或者吃得比較深 你下一步還是要做放射線治療 基於一條邊的治療 我們還是希望你到中大型醫院 所以基於以上條件我就說 那真的是為你好 我還是轉到我的同學那邊 她後來接受治療 可是我老實講到大的醫院 她會照她的法則來開 其實她就打開肚子開 比較傳統清的比較乾淨 她就覺得揮步比較慢 會要有小念一下 可是我說其實還是安全第一 她說陳醫師你轉去了 也沒吃到淋巴 那也沒有需要做冷凍切片等等 我說對啊 但是凡事萬般難買早知道 所以基於她的安全 她還是這樣子會比較好 要不然我其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Case也是為她好 這種Case 因為我們的節目現在悅悅盛行 我跟你講 尤其YouTube 現在我們已經有專有頻道 很多人找得到 我有病人 其實她是 她就肚子痛 一開始腹痛 很多會去找腸胃科 因為她就覺得肚子脹怪怪的 腸胃科去找了 全部掃完了 包含腸胃鏡 大腸鏡 一些X光 該做檢查好像沒有大問題 那你知道 接下來她就按圖所寄 她就把那個 我們腹痛的那一集找出來 那一集所有醫生 她就開始收集起來看 然後接下來就去找 蜜尿科要去找找 你看她剛好一點尿尿不舒服 蜜尿科也是全排了 也沒問題 接下來她就說 那應該找婦產科 她先找他們家父親的婦產科 婦產科因為她剛好50歲上下 會不會是更年期 改一點更年期藥還是沒有好 所以她肚子還是一天到晚 怪怪的痛 可是你說真的很嚴重痛嗎 也不至於 後來她就去找姜坤俊了 姜坤俊很快 剛才看一看說 這個腸胃也看過 其他也看過 但她很客氣 還是幫她排一個檢查 電腦斷層都切了 也沒事 她說你這個 應該是婦產科 應該是先找婦產科 所以她說 如果這樣子 我跟你講去找保倫哥看 保倫哥看 你知道嗎 我們看了一下 前面已經四個科都看過 我就知道 這一定沒有辦法很好的收尾 我就說 仔細的問了一下 把所有過時 過往時我都問完了 我說其實你現在 可以治療 可以檢查 已經排完了 你只剩一個方法 就是 無論是打開肚子或腹腔鏡 現在都會用診斷性 腹腔鏡進去看 看哪裡出問題 可是呢 因為這個人 經濟條件沒那麼好 我說我在我這邊開 大家要了解 有時候我們把它轉走 也是礙於醫療給付 因為像我們那邊 診斷性的腹腔鏡 健保不給付吧 可是如果在醫院等級 是可以給付 她可能只要付幾千塊 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後來特別透過關係回來 因為她住的附近 離新光醫院很近 我轉去新光我的學長 答案果然是 一點點沾黏 可是不會很嚴重 就開完以後 她還特別回來謝謝我 她就很客氣地說 有啦 好一點點 然後隔一個月以後 再回來說 那時候又好一點點 可是這個月好像 又不太行了 我說 你這問題我們可以查了 已經全部查完了 我個人覺得 你需要有耐心 能夠傾聽你 跟陪伴你的醫生 說 你知道 那很好喔 電視上看很好 我跟你講 陳新梅醫師專門照顧你這種 多顆病發 然後都查完 然後需要耐心地陪伴你 你需要從飲食運動 生活調節 我特別幫你寫一些轉診單 你就給陳新梅醫師 後來下一次錄影 遇到陳新梅 陳新梅就說 宏仁哥 你是有轉一個Case給我 我說對 不要讓他在幹嘛 他說 我知道 但是其實有時候 你知道這種 不好診斷的病 其實對我們來講最困難 後來 陳新梅跟我的回應是 兩三個 的確有比較好一點 不過個人覺得 應該是愛與關心 讓他比較好一點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病人 其實他到我們那邊的時候 還剛從送完經獎下來 提起的行李箱 啪啪啪讓年輕的搭入孕婦 結果來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昨天有一點出血 所以去 就在內地 他就先看了一下 內地開了個藥 結果他早上查了一下 覺得那個藥 在大陸好像是禁藥 他覺得很害怕 所以一定要回來再看一下 我說好 剛下飛機我們就看 現在也還要好好的 那我就看一下那個藥 其實那個藥是一個 還滿不錯的藥 其實也不便宜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現在有出血嗎 現在沒有出血了 那你今天為什麼要來看 他說我就不放心 我來看個安心的 那你知道我們那邊 就醫環境比較好 其實我們看病也不便宜 我們這樣看一個急診 要1000塊 我說你這樣子晃一下 只是看一下 那我要開藥嗎 他說不用我現在都好 我只是看一下 我說這樣1000塊 你這樣覺得划算嗎 他說上次去大陸 這樣就1200了 我說1200 大陸那麼便宜喔 人民幣 1200人民幣 所以他說算一算其實還好 因為他不放心 所以他就要來看 那第二個個案呢 我那天有一個40歲媽媽 也是半夜兩點多來 結果我一看 四天前他才來過 那一出血 那因為40歲在懷第二 他壓力很大 他就說 我今天又出血了怎麼辦 我就說我看一下 寶寶還好啊 才九週而已 那我們就給你一些簡單安代曜 可是我一看 四天前給過 我說這些安代曜你先吃嘛 然後有需要 我們給你一點加長版的 那我就跟他一些交代 總是會做一些衛教 我說初期懷孕的出血 三個因素 一個胚胎長不好 第二個是著床不穩定 第三個是荷爾蒙不夠 那你要減少 便秘 長期戰力 生氣的行為 他突然說 生氣會容易出血 我說對啊 我四天前 剛罵完小孩就出血 我今天講說你罵小孩 所以晚上出血 我說對 所以我今天救了你的小孩 你知道嗎 所以你知道他 步步的用力也會出血 從那次交代他以後 我看了一下病例 後來是一個月以後 才會門診 所以有些他是不小心男人 男人永遠不會懂 女人才知道的身體困擾 我上禮拜剛去大陸開一個會 其實很有趣 那個現在小鷹唇整形很流行 除了月即者榮 現在很多是為了網路上比較 還有一個人比人氣死人 有時候是比較才來的 我之前就有個個案 大概三十二歲左右 其實是保養很好的 就是看起來像二十幾歲 保養很好的一個女性 家境也很好 結果他以前都是做一般的保養 這次還特別要求說 他要做乳孕跟下面色素的淡化 那我們一看其實還好 因為生過小孩 懷孕生過 因為荷爾蒙的刺激 難免在一些色素沉澱的地方 會比較明顯 像乳孕以及私密處的地方 會比較明顯 可是以他來講 我說你其實還好 生一點點而已 因為我們看那麼多 其實還OK 那為什麼會突然想來做 因為他前幾天 不小心跟他大嫂一起去泡溫泉 泡完溫泉以後 他就覺得他很生氣 怎麼會輸給他大嫂 我就問一下 你大嫂幾歲 我跟你講我大哥很壞 他娶了一個比較小十四歲的 所以他大嫂現在只有 他三十二 他大嫂其實比較年輕 所以叫大嫂不一定就比你老 所以就變成一個問題了 跟年輕人比 但他有起初一個條件 他說他的大嫂很粉紅 他有沒有辦法變成粉紅色 我有跟他講一個道理 我們基本在色素淡化 是同一色系的淡化 就有咖啡色系 深咖啡可以變淡咖啡 但是不能變成不同色系 所以我說這個有點麻煩 就原來顏色變淡就對了 對 像安妮他們白種人的色系 就跟我們不太一樣 其實很麻煩 那你可能又挑戰說 難道科技進步不能變色系嗎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要用刺青的方式 所以刺青就可以把顏色 吐上去了 對 這是第一個個案 那第二個個案呢 其實也是超過三十幾塊 四十歲女性 其實這個個案來也非常有趣 其實通常四十幾歲 她要求是身體的 不要老化的比較 臉部或身體比較多 再來是希望做私密處的色素淡化 那我就問了 發生什麼事 怎麼到今天這個年紀才要來做 她說也是前一陣子 剛好不小心去泡那種公共浴池 大眾池的三溫暖 結果一不小心也是看到兩個族群 一個是比較年輕的 她覺得我自己顏色比她差 剛好又有另外一批 是年紀很大的老人家 顏色又深又有一點了佩佩 她突然有一種感覺 我雖然不能像這麼好 但是我也不要像這麼差 所以她就說那我想要來做 女性對於自我要求 的確越來越重視 從臉部 身材 甚至在私密處 如果她有做一些除毛準備 她是可以看得到下面的 她們要求除了色素 甚至 飽滿度 飽滿度像剛剛 剛剛彥均講的很重要 老外因為她們穿比基尼 所以在比基尼線以外 比基尼褲子以外的地方 如果鬆弛垮 她們會重視 所以現在很多老外五十幾歲 她是來做大英唇 因為比基尼線外面會有一點陰唇 跟屁股線那邊 她們希望把它做得飽滿一點 所以我自己有一種深刻的感觸 就是男人永遠會吃嫩草 第二個 就是不要去挑戰青春 因為我們自己在看這種 跟青春比較 永遠披护過青春的肉體 第三 我個人身為一個品格高尚 跟希望可以促進 市場所發展的一個角色 我鼓勵大家都去套三分來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然後我們是不是影片能 我們 servicios 可以任何日影片 或者我們選擇 更多精采的內容